为了赶在中秋节之前完成3600颗月饼的制作 温妈妈志工从昨天起每天早上8点就来报到 从备料、制作、入模型、进烤箱到包装 每一个步骤都按部就班 集结大家的力量 用实际行动一同为社会做好事 我们这次要做300盒的中秋礼盒 每一盒里面有4颗蛋黄酥 然后8个凤梨酥 那我们大概动员有100多个人左右 然后包括老师跟一些温妈妈的志工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的重点 一个关怀这些弱势家庭 跟我们一些单亲的家庭 跟那个隔代的家庭这样子 温妈妈义工队队长和副队长 过去曾受到宜蘭家府的帮助 因此在受帮助之后 便加入温妈妈义工队的服务行列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温暖弱势家庭 其中凤梨酥有8颗 我们有4颗蛋黄酥 希望送给我们的受辅助家庭 愿他们的孩子 能够跟我们一样幸福快乐 因为这里面有包着 我们温妈妈的温馨 还有家府中心的爱心 非常感谢各界的帮忙 谢谢 家府中心主任表示 一个关怀活动能够持续26年 非常不简单 就算疫情期间也从未间断 可见这群温妈妈对于 服务工作的坚持 她也希望目前身处 库静的辅助家庭 在收到月饼的同时 除了感受社会良善的力量 也能勇敢面对生活逆境 宜蘭家府中心温妈妈 义工队 那做这样的一个 中秋月饼的善行善举 已经26年了 其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即便在我们过去 那几年的疫情的期间 其实都没有间断 那方式只是说 我们是用采买的方式 是提供给我们的服务的家庭 那今年总共动员了 将近100位的温妈妈 还有我们的社工员 投入到这个月饼的制作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 把这样的一个善心 还有温暖 传递给我们的 辅助的家庭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宜蘭新闻记者 来福星采访报道